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措施 封城 封村 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极端的野蛮粗暴 完全无视百姓的个人尊严 无视百姓的基本需求 有些地方 百姓连最基本的食品都无法保证 不少人陷入绝望之中 甚至有百姓自杀身亡 当局的做法引起了各界的极大恐慌 按照中共当局公布的相关讯息 疫情的中高风险区只要集中在河北省和黑龙江省 北京和上海也有零星的病例出现 其他的省市似乎还都比较安全 但是整体的气氛却明显的紧张 各地都如临大敌 可以想象 经历着一年多的紧张的抗疫之后 如果再出现去年湖北武汉那样的疫情爆发的情况 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各地的官员来说 他们当然非常的担心 真是出现武汉那样的情况 他们的乌纱帽就会被摘下了 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下 自从进入2021年开始 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发出了倡议 让百姓就地过年 非必要不要离开当地 一些人口输出省市还给在外地的百姓写信 要求他们留在物工地过年 以减轻两地的防控压力 北京市明确要求 提倡市民群众在京过大年 党政机关干部要带头在京过节 非必要不得出京 非必要不要出境 确实需要离京的 要严格审批管理 有新华社主办的中共的党刊 半月谈在一月初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就地过年也是一种付出 这篇文章提到 随着新冠肺炎病例在多地不断出现 不少地方近日相继发出通知 要求引导或倡议人们就地过年 并迅速引发热议 针对外界对就地过年的议论 这篇文章认为 倡导居民实施就地过年 是斩断疫情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方法 有其必要性 公众对此应给予理解 支持和配合 这既是关自身的健康安全 也事关全国防疫大局 尽管如此 当局就地过年的倡议 还是引起了很多百姓的不满 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以及他们的家乡 并不是疫情的中高风险区 毕竟春节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传统节日 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 往年 为了早日回家 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 甚至要骑着摩托车 顶风冒雨 行驶数百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返回家乡 对于数亿农民工来说 这可能还是他们一年当中 唯一的一次和家人见面的机会 他们平时根本就没有假期 无法返回家乡 这就是他们宁愿挨饿受冻 也要回家的原因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 还有一些人去年就没有回家过年 事实上 家人分离的现状 很大程度上都是城乡隔离制度 和巨大的贫富悬殊造成的 对于亿万农民工的苦难 中共当局显然是毫不在意 他们并没有终止城乡隔离制度 并没有做出努力 消除这个罪恶制度下的恶果 没有采取措施 提升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农民工在外边辛苦 就是为了让一家人过得好一点 一些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 不允许农民工的子女在那里读书 另外 高昂的房价 也让大多数的农民工 根本就无法在大城市定居 导致他们一家人无法团圆 不得不忍受一家人分离的痛苦 他们在外边漂泊了一年 春节最大的心愿 就是回家看看老人孩子 而且春节期间 工地停工 工厂停产 农民工在外里的生活 也会面临不少的困难 不能回家 无疑是对他们巨大的心理折磨 不过当局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在1月19日 新华社发布了时评 让打工人在异地过节时感受到家的温暖 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这篇文章说 异地务工人员的辛勤付出 是每一座城市正常运转和经济快速发展 不可或缺的动力 让他们在就地过年时 尽量感受到如家中般的温暖 是每个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做好人民群众 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提出要落实好农民工劳动报收权益 加强农民工生活居住安全保障 保障困难农民工基本生活 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及时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对就地过年的农民工 做好工资休假等权益保障 等等等等 这个通知还特别提到 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更好地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此外 这个通知还对不同地方的情况做了区分 要求疫情高风险区的群众 军英就地过年 中风险地区的群众 原则上就地过年 低风险地区 倡导就地过年 非必要不出行 从这个通知来看 当局实际上 还是要求百姓 在当地过年不要出行 所谓军英就地过年 原则上就地过年 倡导就地过年 到了执行层面 就是只能就地过年 在当下的中国 对于当局的建议或者倡议 百姓并没有不服从的权利 当局的建议其实就是命令 可是两天之后 当局讲话的重点和口气 有了明显的转变 1月27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了记者会 国家发改委的秘书长 介绍通知时候表示 就地过年政策 分级分类 各地执行时 不能擅自加码 层层加码 目前有的地方 采取的一刀切的措施 是坚决不允许的 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 要给人民群众多些保障 多些便利 当局开始强调 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 这实际上是放松了 对百姓返乡过年的要求 也可以说 是对一些地方政府的极端做法 表示了批评 现在距离春节 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当局的这个表态 等于给不少身在外地的百姓 发了一个可以回家过年的信号 这对那些 特别想要回家过年的百姓 可能是一个安慰 此后 针对返乡政策被层层加码一事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央视 这三大党媒 均发表了评论文章 明确提出 应该纠篇 这些评论明确表示 民众想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 是对防疫工作的配合 其前提 是群众自愿选择 而不是靠随意硬核加码 甚至一律劝反 这个评论还特别提到 部分领导干部不担当 不仅会增加基层防疫的成本 也会给返乡人员制造麻烦 增加社会矛盾 北京日报也发表评论 就地过年政策禁止擅自加码 既要严格防疫 也要温暖过年 其中提到 毕竟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 而且很多人可能一年也就回来一次 家里年迈的父母 许久未见的孩儿 都在焦急的等待着他们 就地过年 不是不能返乡 符合条件的 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 可以出行 如果搞一刀切 甚至不加区别的一律劝反 既违背中办 国办的通知精神 也给返乡居民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最终伤害政府的公信力 央视的一位主持人 在节目中还发问 就地过年 还是回家过节 能不能回家过节 是由部长说了算 还是由村长说了算呢 主持人还说 就地过年是一种提倡 而不是硬要求 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 但愿个体的村长 能听懂这些话的含义 而不会擅作主张 让想回家的人 有家难回 从这些党媒的评论可以看出 一些地方 为了当地不受疫情的影响 一定是采取了极端粗暴的方式 对待那些渴望返乡的百姓 甚至逼迫 已经回到家乡的百姓 返回他们的工作地 这当然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增加社会矛盾 也会影响他们的公信力 这无疑是当局最为担心的事情 只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可并不在村长那里 央视的主持人 恥责村长 这当然是避重就轻 模糊问题的焦点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不断出现当局 出不到对待百姓的事情 甚至导致了严重的恶果 这些事情肯定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默许 最近武汉肺炎疫情再次在东北 河北等地爆发 又传出了当局残暴对待百姓的情况 吉林省通话是 因为疫情突然下令封城封户 家家户户都被贴上了封条 甚至用锁链木板将门封死 禁止百姓出入 不少居民断粮断药 向外发出紧急的呼吁 有百姓写道 我们通话人没有被病毒打倒 但是现在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 被饥饿和基础病魔所打倒 三十万人没有饭吃了 年轻人可以在家里喝水度日 可是我们年迈的父母老人 以何为生呢 通话百姓遭受的苦难震惊了舆论 地方当局被迫做出道歉 此外 前些天 一段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人 强行外出买烟 被村里的人执勤人员 用绳子捆在树上 并遭到辱骂的视频 在网络上热传 很快 当地有关部门通报 执使执勤人员 捆帮老人的村党支部书记 已经被停职 并以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立案侦查 这样的结果 特别是被立案侦查 可能会让那个村支书感到点意外 只是 一个村支部书记被处罚 不可能对地方当局 粗暴应对疫情的状态有所改变 实际上 类似的事情 在武汉 在湖北 已经发生过许许多多次 当局并没有汲取任何的教训 他们依然无视百姓的生死 无视百姓的尊严 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统治 是他们的无纱帽 尤其是中共的基层人员 对待百姓特别的粗暴野蛮 欧大侮辱百姓更是无所顾忌 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在疫情期间才出现的 而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常态 只不过在疫情期间更为的引人注目 实际上 经过这一年多疫情的冲击 百姓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艰难 社会矛盾也非常的尖缀 这种情况 无疑让中共当局感到了担心 可以推断 中共当局突然开始纠偏 要求地方当局不得强迫百姓就地过年 就是担心矛盾激化 而做出的应急反应 他们害怕 把百姓逼到绝路上会迫使百姓做出反抗 这毕竟牵扯到了数千万 乃至上亿的农民工 而强行阻止他们回家过年 绝对打中了百姓心中最敏感的地方 这些年 中共当局把巨额的资金用于维稳 维稳的经费远远超过了军费 中共当局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就坐在火山口上 随时都有可能被喷发出的烈焰和怒火埋葬 还记得在两年前 也是在距离春节不远的时候 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 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 结果 推出这篇文章的著名自媒体 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处置 被彻底封杀 罪名就是 卖惨卖焦虑 稀释社会信心 由此可见 中共当局的恐慌到了何种程度 由此也可以知道 他们对春节期间的舆论 是多么的敏感 他们早就是草木结冰的状态了 而近来的形势 无疑又比两年前更加的严峻了 在当前内外交困这个情况下 中共当局更加的恐惧 就像1月9日 他的人民日报的文章 深化对严峻挑战下 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 认识综述这篇文章所说的 百年不遇的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 世界经济 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为严重的衰退 一些国家遏制打压全面升级 外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经济遇到了 世纪罕见的三重严重冲击 实际上 这种冲击早就超出了经济范畴 也对中国的社会 构成了严重的冲击 这样的结果 一定会让中共当局 非常的恐惧和担心 这几十年来的惨痛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最大的问题 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比疫情更为可怕的 是中共的残暴统治 只要中共的统治没有结束 中国百姓的苦难 就不会结束 这次 应对新一波的武汉肺炎疫情 中共当局突然表示 对地方干部的极端做法不满 要纠偏 实际上 只是在演戏 让地方扮演坏人 让中央扮演好人 给百姓 一点虚假的安慰和期待 可百姓的处境 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咻 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